特朗普的支持者受到他指败当偷窃选举的不实说法而感到激愤 于1月6日冲击国会之后 特朗普被控煽动针对美国政府的暴力而受到弹劾 最终判军无罪 民主党人表示特朗普的责任很明确 七名共和党人同意 但其他人说没有足够的证据 路透社Ipsos的民意调查显示 美国71%的成年人和一半的共和党人认为 特朗普对这场暴动负有部分责任 特朗普的支持者说国会在浪费时间 调查显示大多数共和党人仍然拥护特朗普 共和党领导人承认某些说法是错误的 但这位分析师表示 特朗普的支持者得到了他们想要的政策 还有大胆的外交政策和在边界问题上的强硬路线 总统拜登和国会民主党人都面临挑战 特朗普深受其基本盘选民的爱戴 他遭到一些共和党人的斥责 而另一些人则可以容忍 卡马克和布鲁斯金学会的同事们 遇见了特朗普未来一系列的可能性 在被国会宣判无罪的情况下 特朗普的生意问题仍然是许多检察官针对的目标 布鲁斯金学会的卡马克说 特朗普完全不顾人们对总统行为举止的期待 可能是前总统中最不同寻常的一位 美国之音 奥萨利文报道